因為有時你到處去 想吃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你未必吃得到 我小時候在想 我一定要做關於飲食的東西 從事地產和汽車銷售 已經十年的ADALT 兩個月前在長沙灣開店 進軍飲食界做老闆 我想我是讀小學四年級 第一次入廚 到現在路循循都很喜歡煮食 經常想自己煮的東西 讓人試一下 還有想想一些新的東西去煮 例如混合和配合 我最喜歡有些融合的東西 小店主打雲吞 有些還是ADALT自家獨創的餡料 辣椒雞蛋豬肉雲吞 菜寶蛋豬肉雲吞 說到雲吞 就不得不提自家炒製的麻辣醬 我們麻辣醬是重慶的風格 和四川那種有少許不同 最大分別是甚麼 我們會加牛油 除了雲吞之外 還有自家製的健康茶 我們首先要將菱芝浸 浸大概三小時時間 因為就這樣煮是不出味的 羅漢鍋要撕細它 加上甘草下去 浸幾個小時 然後才拿去煮 要煮三小時最少 洛神花茶 我們就有些洛神花 有些山楂 有些甘草 還有有烏梅 還有少許的香料 所有東西都人手 沒有添加制 還有心機小食 滷水腩肉 小店的價格非常便宜 下午茶雲吞套餐 日本有五隻雲吞 加上健康茶都是二十元 下午茶就是給人的感覺 我用一些便宜的價錢 優惠的價錢 去嘗嘗你的食物 如果當客人下午有空吃過 他覺得好吃 我就會晚上來 或者會介紹朋友來 去嘗嘗你